基本的環境設置 還有一些測試 那基本上 我們會有幾個流程 那這個環境稍微比較複雜 不像說 VBA好了 VBA他其實什麼事都不用做 一打開直接設置就可以用了 但是 在Python的話呢 你需要做還蠻多的事情 第一個可能你要去下載Python 那這個地方我們用的是最新的那個3.62的版本 再來呢 你可能要下載那個Eclipse 那為什麼用Eclipse 實際上 因為這個環境基本上我想 成熟度 還有穩定性 都沒什麼問題 另外呢他除了可以寫 那個Python之外 他寫Java 寫那個像 JSP 或者是Servlates PHP 一堆的CEC++ 其實 都可以利用這個環境來寫 所以我覺得他延伸性還蠻大的 那這樣通用性也蠻高的 業界也很多人都用習慣用這個 環境 那當然了開發那個Python的環境 其實開發Python的環境不是只有Eclipse Eclipse 其實一堆啦 至少幾十種 甚至可能上百種都有可能 但是呢 你要挑一個 我是覺得 反正你不用 每個都都用 浪費時間 其實我覺得最重要是你挑一個我覺得最穩定最好用的就好了 另外可能你把它習慣 以後寫起來當然就比較得心應手 當然Eclipse 這個環境 他還可以做一些專案管理 所以我覺得各方面應該沒什麼太大問題 那另外的話還有 但是他有缺點 就是你可能要自己 掛上一些那個Python的一些 一些相關的套件 因為他這個地方本身沒辦法開發 所以你要 把它掛上去 那也就是說第一個啦 我們上禮拜的部分是 先下載Eclipse 把它解壓縮 因為他是免安裝的 第二步的話呢 再去 那個什麼呢 安裝那個 New Software那個地方 不過這個設置 Walkspace可能要注意一下 你的專案都放這裡 那 Default的路徑 cannot quit 因為我這邊 剛剛已經開過了 所以我不能再開兩次 OK 第一個 開啟 第二個你可能要 確定一下 你那個有沒有 install new software 如果你這個地方OK的話 那當然你下一步就是到Windows 這邊有一個設置 你可以去 設置什麼呢 設置這個 就是Python的Def 好這個 那前提是什麼呢 前提是 如果你的前面的部分沒有 不OK的話 這邊不會出現 是因為前面你已經有install之後 這邊才會出現 那如果設置你可能要再確認一件事情 就是說 你要找到那個什麼 Interpreter 這個地方 找到這一個 那特別注意一下 你可能 再確定一下 因為這個地方 這個設置路徑 你一定要new一下 這個new的意思就是說 你要告訴他 你的Python 到底放在哪裡 尤其是這個關鍵的這個Exe 就是選這個Exe給他 那之前 比較多同學啦 容易犯錯是 這邊沒有選到 所以如果你沒有選到 你new一個專案的時候 就會錯誤 所以之前好像我記得蠻多同學 new專案 new不出來 可能這個地方也許你再檢查一下 也許你這個設置 沒設置好 如果你設置好的話 他會幫你檢查到這些路徑 包含什麼DLL 動態連結 函事庫 Library 等等的相關的 還有 一些什麼呢 一些 package的路徑 這個地方如果你 建專案建不起來的話 可能再檢查一下 這部分 再來的話就是 我們上禮拜有最後講到 先new一個 專案 專案的話呢 預設他 不會是那個 Python的 可能就是Java 你如果 設施過第一次之後 他就會 把那個 PYDIF 這個 當成是主要的 那個專案 專案裡面的話呢 再去新增 什麼 新增 按右鍵 新增那個 Package 那Package裡面呢 再新增 這個module 所以他的結構 一定是這樣子 那後面的話呢 我們就針對 我們 要撰寫的部分 再去做後續的撰寫 我想應該就可以完成 那上個禮拜呢 大概就是 最後大概就介紹到 比如說像什麼 BMI 的判斷 然後 BMI的判斷基本上就是 會有一個 一個range 給他 然後 他會自動去跑 跑哪一個 哪一個range 最後的話會給一個結果 比如說 這個地方當然有個重點就是那個 我們的身高一定是要除以100 因為我們是以米 為那個單位 那另外的話呢 當然今天我們會再進一步再講一些有關那個重複性執行的 比如說基本上就是類似回圈啦 這樣 因為這部分只執行一次 可是如果你要執行多次的話 那這地方要怎麼做 另外請各位 也 試著做做看 這邊有幾個還有 複習一下 假如說一個簡單的 不是車票的練習好了 那比如說我們簡單的一個練習 比如說我今天呢 希望 假設執行好了 給各位看一下 請各位試著寫寫看 如果說我今天呢 請輸入車 車之段 比如說你今天坐公車 可能一段或兩段 那假設 這個很簡單的一個練習 一個 假設你輸入1 他輸入 告訴你說多少錢 比如說 1號車站 15塊 那如果說呢 假設你是兩段 比如說 這個會輸出 2號車站 30塊 那當然如果說你輸入什麼 假設你今天輸入的是 除了12之外的話 比如說你輸入3 他會出現什麼 輸入錯誤 那這個地方當然呢 也是利用 幾個 幾個部分 當然 第一個一定是一個input 中間的話是邏輯判斷 所以你會發現 他的結構一定是input 透過什麼 透過input 請輸入車之段詞 這個我想你可以 自己 試著寫寫看 他會把這個 他輸入的 這個 資料 傳到a 那由a呢 去做判斷 不過特別注意就是說 這底下我是用那個if else lif else 那當然他輸入之後的話如果你用input去接 的話 那a裡面一定是一個字串 那如果你要把它變成一個那個數字的話除非你轉型 上禮拜我們有講過 那if else 除此之外 底下另外用print 把這個結果給print出來 請各位 這個我想簡單複習一下 大概寫一個類似的一個 一個一個一個程式好了 那當然第一步我想還是一樣 先到那個 開啟這個環境按右鍵嘛 你就new一個什麼呢 new一個module 那module名稱呢 也許我這邊是 用那個我們練習 前面加一個if 好了 那if 除非他的車資多少 那按確定finish之後的話那試著寫寫看 我需要大概就是 比如他 輸入1就是一段票 2就是2段票 那多少錢 類似有這樣的 一個結果 來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假設另外還有一題 也許有時間同意 可以試做看看 如果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輸入那個男生的時候 建一個module 也許一幅的那個sex 然後呢 你就裡面 假設我的需求是這樣 輸入一個什麼呢 輸入一個m的時候 輸入男生 他就顯示男生 那輸入 f的時候呢 那他就是 女生 這個地方當然就是一個邏輯是等於等於 兩邊 有沒有 相等 而且是字串的比對啦 當然在java裡面 他等於等於只能比那個比數字 不過python 還可以比文字 也就是 如果在java裡面要那個什麼要 點ecos 他不能用 那個 兩者比對因為 實際上在java裡面的資料型態嚴格性還蠻高的 那在python我覺得他寬鬆很多 然後如果你輸入什麼輸入其他字母的話 A 那這個地方的話他就輸入 別鬧了 好好輸入吧 OK 但是呢你會發現這個邏輯 裡面還有一個缺點 你每次還要再重跑一次 麻煩 所以如果你將來希望 讓他自動又跳一些問題 比如說你可能有很多道問題 第1道第2道第3道第4道 那他一直一直一直循環的話 那後面可能就會需要用到回圈了 不過特別注意 如果你邏輯這邊沒有學好的話 你後面那問題更大 為什麼外面再包一個 回圈敘述的話 你如果裡面錯 整個全部錯 錯在哪裡你可能也看不出來 所以 切記 這個部分呢 可能要把它 稍微熟練一點點 OK 這邊有兩道練習題 主要是讓各位同學 複習一下 所以有一個 這個車資的判斷 跟那個 性別的判斷 那待會另外還有 一個是 那個 原面積 那這個原面積的輸入的話 這邊 當然會需要輸入半徑 邏輯非常簡單 輸入一個半徑 我們會把面積給顯示 這個簡單的數學題 不過關鍵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需要一個 半徑的公司 那個面積的公司應該知道 這應該 半徑的平方 乘以什麼 乘以那個 那個什麼 圓周率 那圓周率的話 一般我們小學是什麼 3.14 不過可能以 後來可能在國中 可能多一點 也許 不過呢這個數字 它很長一串 後面還有小數點一堆 那可是問題來了 你 當然不需要背那些東西 因為呢 在什麼呢 在Mass的這個套件裡面 就會有一個Pi的屬性 裡面的話呢 就會告訴你Pi是多少 所以後面我們還講到說 如何呢 匯入一些 比如說外部的 什麼呢 外部的這個模組 那外部模組裡面 有一些相關的功能 包含它的屬性跟方法 其中有一個是 它的什麼 它的那個 圓周率 那我怎麼去取用Mass 你看這個Mass蠻重要的因為裡面 關於數學相關的運算的方法跟屬性 這邊通通都有 這個跟Java也還蠻像的 我覺得蠻多類似的地方 所以你學完這個 你將來再去學Java 你會比較能夠 進入狀況 那是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我還有一個變化 就是後面有一個變化 如果半徑 這邊是我輸入 如果我今天 常常會遇到就是我用亂數來自動跑 比如說我今天半徑的範圍是多少到多少 我自動亂數跑出一個半徑出來的話 那亂數怎麼 產生這個亂數非常重要 因為後面有很多的 相關的遊戲啦 或者是說有一些變化題都會需要一個亂數 那這個亂數的話要怎麼如何產生 一樣我們要 外部引用什麼外部的那個模組 那怎麼做我想 請各位先練習一下這個 雲端上剛剛講的這兩題 然後呢再來我們才再來看就是 就是計算面積這個部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我的這個畫面 都會放在那個 我們的雲端白板上面 雲端白板裡面的話會有個基本語法與結構控制 請各位就把那個檔案打開 裡面 就會有你要 不過盡量啦 如果可以自己寫的話 那就 自己寫寫看 盡量 不能寫的話 你再去參考一下 然後 盡量還是要把這些 包含就是說那個邏輯 一幅 後面有個邏輯 怕它冒號 然後特別是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那個 縮牌一定要 千萬不要 漏掉 那個縮牌是按TAP鍵 比如說 後面 而且這個縮牌 還比其他的 城市還更 嚴謹 更嚴格 其他城市有些時候你沒有縮牌 它還是可以過 但是 這邊呢你只要沒有縮牌 它就有BUG了 它利用縮牌當成是你下一階 下一個 也就是說你那個邏輯判斷的下一階 一定是透過縮牌 跟那個 Java是用大瓜糊 C++也用大瓜糊 因為大瓜糊 其實以前很麻煩 常常同學打錯都是那個 有大瓜糊開頭沒有大瓜糊結尾 那就有BUG 所以我覺得它是利用什麼利用那個 縮牌來取代大瓜糊 這個構想也還蠻不錯的 以前有大瓜糊 這邊是多一個冒號 冒號取代大瓜糊 然後利用縮牌 去 這個這個 決定它的階層 OK所以這個部分的話請各位 也要 熟悉什麼熟悉它的那個 寫作的一個習慣 所以如果你以後寫習慣之後 反正以後 Python你想寫什麼 就很快可以寫什麼 那後面的話當然我們還可以延伸出去啦 比如說外部資料你還可以再 把它從外面搬進來 來源的話當然不外乎就從檔案 檔案也許是文字檔 CSV Jackson 或者甚至Excel 或者從 網路資料庫 當然資料來之後的話 判斷完 丟出去 丟到哪裡 其實也是一樣 有一個input output 中間的程式 基本上都是雷同的 所以這些都是 是比較 重要的啦 你如果這些熟悉之後 後面要延伸 慢慢再加上去 一層一層跌上去 我想你要學把Python學好 就 不是很困難的一件事 請各位先試一下剛剛講的 兩個列習題 兩個列習題做完之後的話一起再做那個 第三個 就是 輸入那個 半徑 去計算那個 面積部分 呢